今年我們想要講的是聲音的軌跡 我們一直在講聲音的軌跡 就是當你看得到的聲音會是什麼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次找了三個團隊 三個主創團隊來做共同的發想 當我跟他們講說 其實我們今天想要表達的是 當你聲音被看見 你會怎麼想要用美術去傳達 聲音被看見這個訊息 因為現在大家 聽音樂的方式跟以前可能不一樣了 存欣賞可能已經不會滿足大家 大家可能都會從數位平台 從YT上面 從各種短視頻也好 MV也好 去欣賞音樂 所以我們想看見這件事情變得很重要 那我們這次找了三個團隊 一個分別是楊世慶的工作室 另外一個是Mixco 是之前跟我們有間接合作過 一些進去講的動畫的公司 很接觸的公司 另外就是有跡像素 一個跟我合作過很多張惠妹MV的 一個阿偉導演這樣 那我分別跟這三個單位 因為他們其實三個單位各自負責不一樣的部分 有些是負責前期的宣導 有些是負責印刷物 有些是負責典禮的視覺 有些是負責入圍的影片 那這個整合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大家開工跟完工的時間需求都不一樣 像有些前導宣傳可能三四月就要完成 那可能入圍影片他必須等到典禮當天才能完成 甚至很多修改啊很多針對入圍的東西 那這是大家在一個框架去發想的時候 大家整合起來變得 它變得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對於看見聲音這件事情 都有不一樣的解讀 剛好串連出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好